像一小路 是我同年走过一路 爱与热情音乐演唱会 在泽辉和善团演唱的 故乡的小路、爱的故事、美丽的村庄 等瑞尔动听的歌声中拉开帷幕 泽辉和善团在南高音歌善家 丸泽辉老师的精心指导下 学员通过正规的发声训练 掌握了一定的演唱记忆 演唱水平也有了不断提高 演唱会上徐英演唱了《卢花》 贾丽梅演唱了《君迎飞来一只百灵》 张艺文演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杨俊华演唱《红梅赞》 王雅贤演唱《谁不说俺家乡好》 这些学员凭着对音乐的热情与喜好 再加上认真的练习 他们的演唱水平已达到了专业水准 少儿合唱团在王泽辉老师的伴奏下 也演唱了音乐剧《音乐之声》和 《爸爸爱妈妈》 《天赖之音》在整个剧场回答 今年特别的是我们学生会跟L.A.Sasuela的专业演员同台演出 我想这是之前他们所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感受 他们都非常兴奋 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已经hold不住了 现在节目进行到一半 他们还是保持高涨的热情 因为我今年在洛杉矶歌剧院进入了歌剧的推广计划 所以我希望把这一个消息这一些资讯分享给我的学生们 音乐会上华阳艺术家还演唱了中文歌曲 跳起欢乐舞蹈充满浓浓的爱与热情 他本来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训练 这次经过了王老师精心调教以后 他非常喜爱唱歌 然后呢每到星期天的下午 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们去练唱歌吧 然后这次王老师教了他们 Doremi音乐之声的主题歌 还有一个是爸爸爱妈妈 他回来练得可认真的 我们跟我们介佛老师学唱歌已经有一年了 我们老师很有才华 他为我们和尚团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智慧和才华 他带领我们科学的恋声 使我们呢在唱歌和音乐素养方面 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环球东方记者李宇冲 洛杉矶采访报道